我们的1% 到底要放在哪里? 如果让我们在不一样的情形 能得到100%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平台 让老板们怎么成为更棒的老板 我有信心我们的公司 可以在2019年 我带领我的团队的业绩 可以让我们翻倍5倍至少 因为有这个Dating Scene 还有这个服务老师的教导下 我们有信心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达到这个目标 我应该预期待 这次年会参加 通过这个CEO Camp 其实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也给了我们很多方法 我真的觉得这个CEO Camp 不只是让我温顾止息 也让我认识一帮做生意的朋友 他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他们在说他们自己 怎么样解决问题的专时 也给到我那个启发 也给到我那个方法 我知道怎么样 我应该可以怎么样做 学到很多知识 在我之前担心 可以咩 这样做可以吗 所以现在我找到答案 明确的那个方法 对我就是要这样做 然后我才可以达到我要的目标 我觉得比较多 交叉 不是只是单纯的台上有人在讲话 然后我们在下面静静的听 YC最特别的地方 它可以以游戏的规模化 来让你了解做生意的手法 所以这个会有很高的新鲜感 还有可以认识到很多新兴设置的人 经过Dating 我们分享的那些步骤 以及还有思维上的结构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了解到 方向必须先定 定了方向 你要考虑到团体的进步 还有团体的文化 以及人才使用放在什么岗位 这种种的因素 都会使我们觉得 它有规模的一个模式 副老师身上我觉得 金瑶拉克 好像打通我们的经脉这样子的 可以让我们更加强 我们自己在生意方面的功力 我觉得YC很好 因为它除了讲到企业的 CO的策略 外面还有在Cover Wi-Fi C的 像Datingshin 有讲一些关于finance的东西 我觉得一般的课程 都不会cover这些 当然我来WiWiC 第一样吸引我的东西 就是你们的身上 我在想的地步 或者整个WiWiC 花了多少时间在培训你们 因为毕竟这是人的思维 人的行为 不知在knowledge 怎样去培训你们 这个才是我很好奇的 如果我没有来参加这个CO camp的话 我相信 就会缺少了那个动力 缺少了那个执行力 这次的总裁 总裁应对我个人感觉的地域 就是可能在整个organized方面 我觉得 organized到非常好 非常有持续 有效率 然后有课本 有大多数商人都没课本 第二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 这个总裁应对我 比较不弱的感觉 主要是他马上在现场 给我们去把落地的事情 先有一个开始 完了我们回去 可以做落地的功课 过后它还有一个跟进 我觉得这是做到非常好 我其实对2019年 是非常抱着希望 我觉得这个总裁应 帮助我很大 对我一路来憧憬的一个梦想 我现在找到一个 比较明确的方案 我要成为No.1 CEO 我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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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No.1 CEO